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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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夏天 夏天拍摄 夏天开始拍摄了 真的好辛苦 到冬天 那应该蛮辛苦的 因为夏天穿古装嘛 很热 很热 对吗 对对对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工作 就是拍摄张冠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趣事 或者是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事情 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热 就是热是吗 对 然后我们每天还熬夜 就是每天有很多大夜吧 大夜戏 对对对 因为它是破案的 可能有很多需要一些氛围感的 可能在夜里拍比较好一点 感觉会是一个很帅的一部戏哦 好好期待一下 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拍戏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相信大家每次 从无论从镜头当中 还无论在现场 看到我们的龙龙都是状态 一级满分非常非常棒 那秘诀跟大家 老规矩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拍戏就会 比较熬夜 经常熬夜 然后戴妆又比较久 然后很容易流汗 我觉得妆的持久性 还有一个轻爆性比较重要吧 有用我们的Burberry的精气垫去补妆吗 有 我就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持久 然后让皮肤也比较舒适吧 比较滋润一点 对对对 自然一点 其实它整个的一个上妆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而且其实今天是我们精气垫的发布会 那大家如果想get同款的话 同样的1号链接去了解一下 那我看来龙龙已经非常了解我们的精气垫了 那它主打的其实是一个 无瑕奶油机的一个底妆 可以非常适合随身的补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一个需要龙龙在 跟我们一起来现场互动的一个环节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场呢 是来了一位彩妆老师 她的名字叫Michelle 然后一会儿的话呢 我们她再一会儿 会帮一位model 完成一个整个的一个全妆 然后我们需要 我们的龙龙 我们的彩妆的代言人 帮她挑选一支 适合她的口红或者是唇用 好不好 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这个任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接下时间 龙龙我们这边请好不好 好 我们移不到这边 来小心一点 小心台阶 来这边请 在我们的后方 嗨Michelle 主持人好 龙龙好 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Michelle 那2021年的话是Burberry 炫金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在今年发售了 炫金的气垫 还有我们炫金的彩盘 以及我们炫金的唇釉 那今天的话 我就会用这三款产品 为模特打造一款非常简单 而且实用的一个妆容 那这三款产品 非常地完美地去呈现了 妆容最关键的三个词 形 色 质 形是指什么呢 就外形轮廓 色是指的色彩搭配 质是指的是妆效 质感 那在妆容的第一步的话 我们会要用到 我们非常明星的一款产品 叫做我们的妆间乳 那这款妆间乳 我相信龙龙都有用过 对不对 首先Michelle你竟然不紧张 我站在男神旁边 我都好紧张 其实我好紧张 你知道吗 不要这样 今天我知道要见两位 我其实七点钟就起来化妆了 真的啊 没有 那只是我的气垫真的太棒了 用了金色 用了金气垫 对对对 那我们妆容开始了好吗 好的好的 第一步 那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会使用到我们的妆间乳 那这款妆间乳 是我本人的一个最爱 那我们会使用刷子 在面部轻轻地去涂抹 那如果是家里 就是说不习惯用刷子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指腹 把它轻轻地推开 那请摄影师给我们一个近景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 就可以用我们的精气垫去 那这款精气垫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型 非常地漂亮 是一个炫金的一个包装 然后其次的话 请龙龙在上面摸一下 它其实是有一个 花纹 对对对 隔纹 是隔纹 是有手指的触感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它是一个镂空的一个雕刻设计 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龙龙贵公子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对 相当地夸合 可以了 好 那我们上妆第一步的话 我们选用的是我们W10号 那这个色号的话非常适合 这个是多少号 猫妹问一下 W10 那这个系列的话 它会有三个色系 一个是C系列 一个是N系列 一个是W系列 它非常这款W非常适合大多数亚洲女性的一个暖白皮 那像我们男生就没有存在感吗 男生的话 你可以使用N系列 可以用N系列 男生可以用N系列 像你今天的这个妆容非常非常地棒 OK OK 明白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在面部进行轻轻的一个按压 那这款产品的话可以说 每个小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地完美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粉铺非常非常地柔软 好 我们看半脸的一个妆效的话 其实它遮盖的也非常地好 刚刚主持人有在上面去互动的时候说 这款产品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妆养二合一的 什么叫妆养二合一呢 就是美妆的同时它又能够非常好的一个 很自然 养肤的一个功效 对 我想问一下 龙龙比较喜欢女孩子什么样的一个妆效 就是看不出来化妆的那种 看不出来化妆 就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有一点点小心机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她都会喜欢就说 听到一句话就说 诶 你今天的皮肤非常地棒 而不是听到就说 没事 老师我举个手 这个是不是叫尾素颜 我刚刚在台上有说 对 真的是 我再想我没有说素颜 我再想我没有说素颜 尾素颜 尾素颜 就是看不出来妆感 对 明明就是有化过妆 就是有精心地去设计过 确实很自然 确实很自然 但是你完全看不到妆容的痕迹 好 我们请留在闭上眼睛 我们能让模特回过头看一下我们吗 好 我们想看一下半脸的一个效果 我感觉她很享受 我们可以看到她上妆是不是亮亮的 哦 因为她 其实里面 我刚才是有知道 里面是还有三种的 非常核心的养肤的成分 对 然后里面有像 不尿酸 你知道直播间的宝宝里面有没有 保湿不尿酸 还有水解的三色颈 然后最后还有茶叶的一个提取物 所以她相当于是一个在抗氧的同时 苦服 对 她在美妆的时候又达到 就是保湿亮肤 再加上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功效 因为女孩子都很担心 就是说上妆 就像我今天早上 就是为了见龙龙见祖神人 然后我八点钟就开始化妆 我特别担心到下午她会氧化掉 不妆 然而并没有 因为我今天用了精气垫 持久性比较强 哇 所以她有很强的一个定妆的效果 我觉得龙龙的用词真的非常非常的专业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底妆她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眼 哇 是真的这个底妆非常棒 真的是非常简单的 很自然 很自然 好 那接下来就会用到我的第二件的秘密小法器 我今天刚刚还在跟同事说 我的同事她非常爱喝咖啡 她说咖啡是她的续命法宝 我也是 真的吗 你知道我的宝命三件宝是什么吗 第一件是我的气垫 第二件就是这个眼影盘 好 那这个眼影盘大家看到它是一个酒色眼影盘 那可能大家就看到这么多颜色会有点担心 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搭配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好搭配 你把它当成一个小蛋糕就好 它里面有不同质地的蛋糕块 那今天我想吃什么样的口味 那由我来决定 好 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非常的人性化 你可以这样子横向来切 竖向来切 或者是这样子斜向来切 那今天我们把它切一块三名字好不好 好 切的意思就是用那三个颜色 就是我会用这三个颜色 明白 一个对角线的颜色 我刚才也 我再确认一下 对对对 就是更加 这一块属于我们的盲区了 开始到我们的盲区了 对对对 那今天要好好听课 对 好 那首先的话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微珠光的 在眼部进行一个轻轻的打顶 那这样子稍微的话就是一涂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眼部立体 而且并加的有质感 好 请模特睁开眼睛 眼影 上上 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眼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对 眼妆真的是很神奇 画完没画完像两个人 真的 像换了一双眼睛那种感觉 可以变得深邃 可以变得 你是不用了 真的 够深邃 在这边 罗罗要打我了 再说下去要打我 受不了别人 对 好 我们可以向上 在下眼睛这个位置 同时在这里跟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 还有粉丝可以说一下 直播间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星期间是在一号链接 那接下来我们会选 刚刚我们说有一个斜角线 我们会选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本人真的超爱 我每天都会用到它眼睛上 是这一块 戴一点点砖红色的一个颜色 酸红色 那我喜不喜欢 喜欢 这麽我当然喜欢 我不敢对老师说不了 就从小就是很听老师话的 乖孩子 虽然是盲区 但是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对 好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细腻 那我们可以在颜尾这一块 涂上去之后 就会有一点点女生的 小魅惑感在里面 这就算 这算小心机了 妆容里面的小心机吧 真的 我的小发器 然后往上上 这整个妆容的时间 大概会是多久啊 因为其实我相信 很多粉丝也在学 其实今天这个 真的是非常快 非常简单 我们大概 因为其实眼妆 一般快到最后一步了 对吧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 我发现底妆完成的速度非常快 对 弄完之后感觉就已经完成了一样 对 我感觉五分钟的时间 已经完成了一个 真的是尾素眼的一个状态 我们刚刚有用到两个颜色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 我们刚刚有说 三角形的一个对角线 我最后会用到一个金色 那这个金色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搭 对 好 我要把它点缀在我们的眼中这个位置 好 那这样子是不是看上去眼睛更加的迷人 深邃 而且今年也是牛年 我觉得大家需要一点 去年就大家都过得不太容易嘛 就今年大家需要一点 Bling Bling 亮闪闪 对 Bling Bling 给自己提提气 然后我们再眼头再加深一点点 好 我们眼妆是不是很快速就完成了 有没有感觉就是非常的电眼 我们能看一眼吗 可以 可以 当然 是真的 很棒 我觉得模特应该会有点小兴奋 好 那最后的话 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要交给龙龙好不好 龙龙帮我们现场宣知 我们都快忘了 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被这个状态离倒了 那我们的model能再回过头吗 然后我们让龙龙来帮你挑选一支 就是他自己觉得比较适合你的一支 唇幼或口红好不好 你自己来看一下 好 好 正好我之前有拍过 我了解一下 你拍过 非常的了解 这个是铁锈红色 93号 这个是四菱的番茄红色 我记得我拍的时候 比较喜欢93号铁锈红 因为我觉得比较鲜艳吧 那我们交给Michelle来完成 好 谢谢龙龙 那我能跨一句吗 龙龙真的非常非常有品味 你知道就是我们今年发售的这两款 就是说现在炫金的唇幼 它一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我唇上的颜色 一个是龙龙选的这款颜色 你唇上是这款对吗 对对对 真的不夸张地说 这两款唇幼的颜色 盘活了我衣柜里80%的颜色 盘活了你衣柜 真的真的 OK 好 那这款颜色的话 龙龙选的这个颜色的话 是一个铁锈红 好 我们可以在唇中先涂一点点 对 我们的直播平台的 顺银老师也可以打一个特写 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 93号铁锈红的唇幼 那同样链接是在我们的 20号链接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前后的一个效果 以及完装之后的整个妆容 打造出来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请模特 稍微抿一点点嘴 它有一个薄涂的一个涂法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它画成一个满唇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彩妆老师Michelle 她用过的所有的产品 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当中 看中哪一个 赶快下手 哇 这款很高级耶 这个颜色真的很高级 这个颜色真的是相当的高级 然后93号的话 它有一点点小女人味 然后40号色 就是我纯上这个颜色 它非常像一只恋爱的番茄 更 整个活力感更强一点 好 我们再进行一点点修饰 哦 再次用上我们的精气垫 精气垫它真的是个万能的 我感觉只用了三个补帐 进行补装 很快 我们的应该是刚才是用了我们的柔胶美颜 对吧 这样一个粉底液 对 第一步 然后之后是我们的精气垫 再之后就是眼妆的 对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的这款唇用 这个妆容相当的快速 然后我会帮它再去回顾一下 那四步 第一步的话我会用到的是 我们的柔胶美颜的一个湿底乳 它里面富含了55%的水氧精华 上妆的话它可以瞬间的去提亮我们的肌肤 然后可以让后续的底妆非常非常的服贴 然后第二步的话会使用到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角 就是我们的精气垫 然后美妆的时候可以什么 养肤 刚刚我们有说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玻尿酸 茶叶精脆 然后还有我们的三色颈 它可以做到提亮再加上保湿抗氧化 然后可以打造的是跟模特一样的流光奶油机 那最后的大家是一定不要错过 隆隆为大家选的这一款 九三号铁锈红 九三号铁锈红 那如果喜欢我存上这款的话 它是四十号 我刚刚有说它非常像一只恋爱的红番茄 释放了它人生中最美好的颜色 这个画术我要学一下 那我们私底下再教你 戴戴戴戴老师好好学 我觉得男生只会说些大白话 对对 那而且其实的话 我觉得整个妆容打造起来 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点 就是它的前后对比的感觉非常强 而且同时的话 能够看到非常简易 大概时间 多长时间 十五分钟不到吧 应该十分钟吧 应该十分钟的样子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最贵的应该都是时间 每个女生的话 早上可能都愿意再睡一会会美容觉 那可能的话 就是十分钟的话 她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说转换 我觉得这样的妆容就够了 而且刚刚龙龙有说 尾素颜的一个女孩子妆容是 而且涂上之后感觉很自然 对对 非常非常自然 没有脱色的感觉 而且我近看龙龙的妆容 也真的非常非常精致 非常的棒 我用了金色 跟我一样都用Burberry 对对对 好的 那首先我们要感谢Michelle 然后同时刚才 Michelle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妆容 大家要好好的记录下来 做进作业里面 然后同时的话 刚才所有的 我们的Michelle老师用到的单品 包括我们龙龙亲手挑选出的 我们的93号 我们的铁锈红 都会在我们的购物车的链接当中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直播间链接当中 都已经全部放出来了 所以的话 那首先我们要再次感谢Michelle 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谢谢龙龙 谢谢 谢谢 我要拐我们的龙龙去送福利了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龙龙 多多支持Burberry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 谢谢 我们这边请 我们回到我们的中心区 好的 你们的天神回来了 哥 你不要说 不是你刚才下来 真的有一种天神下凡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没让我穿过来的 大家很帅了很帅了 而且大家都一直在尖叫 好的 那首先 我们要再次感谢刚才Michelle 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讲解 然后同时的话 接下来是我们的福利时间 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单的粉丝当中 随机的抽取三位 送出我们龙龙亲手签的礼盒 并且这个限量礼盒 现在是已经包含了 我们今天发布的Burberry的精气店 还有龙龙亲自挑选的 刚才的93号的 博百丽雅光纯釉 对 93号的铁锈红 然后同时我们的套装的礼盒 是已经在我们的19号链接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的19号链接 也可以去抢拍一下礼盒 那接下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李小姐 拿上我们的礼盒 哇 明显分量重了 方便吗 我们可以放在上面前 来 我帮你拿开一下 放在这里吧 辛苦了 辛苦了 我们的声音老师 也可以打一个特写 就是真的非常exclusive 现场签出来的三份礼盒 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 就现在抓紧时间下单 我们将会随机抽取三位 然后同时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有中奖 跟客服抓紧时间去联系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龙龙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李小姐带位保管一下 这个真的非常珍贵 好的 好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非常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几位 大领导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首先的话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 包括有科技集团大众华区 总经理Gamesuch先生 上海新世界大王百货 党委书记 常务副总经理 华海良先生 还有我们的商场经理 叶磊先生 他们今天非常荣幸地 能够邀请到他们到现场 那首先的话 我们要有请 龙龙之铁也见过 我们的老朋友 科技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 Gamesuch先生 Welcome Welcome sir So at this time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for all of us 好的 来 我们有请 我们排一下站位好不好 你好 有请欢迎大家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先拍张照片吧 我们先拍张照片 好吧 Picture first 我们直接站前面是吗 那好 我们一步到前方 to the front row please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大家 好的 好 非常感谢 那么接下来时间 Sir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for all of us Yes OK 那 bring the mic 麦克风 OK I will be the translator OK 好的 我们一会儿还有拍照的时间 好不好 我们先让我们的GM跟大家说两句 Sir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for all of us and all the audiences on the live stream platform 大家好 也可以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 today to Shanghai Diamond Room One of the landmarks of retail in Shanghai and in China 那大家好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 然后同时呢 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熟知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商业地标 Sir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Shanghai Diamond Room Management Hua Zong and Yilei For welcoming her today 那首先的话呢 那首先的话呢 要感谢我们的两位 两位绅士 两位老板来到今天现场 来支持我们今天的活动 非常感谢 And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our Makeup Ambassador Song Wei Long for being here once again with us and supporting Barberi Thank you Thank you 那同样我们要非常感谢 我们Barberi的采动代言人龙龙 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And also thank Connie for do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also being a friend of Barberi 好 感谢我自己 Thank you sir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香槟住酒的一个环节 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拿上香槟 I collect your mic 好的 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香槟 同时呢 让我们四位绅士一起共同举杯庆祝 也是一起来见证我们的Barberi精气店的成功上市 并且开启为期六天的Barberi炫金发光站的启动 来 面对一下我们的镜头 Face the camera Let's celebrate this moment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cheers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谢谢 再次感谢 谢谢 好的 那在这里也非常开心和直播间的朋友 共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Barberi精气店发布活动到这里 也就正式的圆满结束了 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朋友 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大家来到 上海新世界的大王百货的中庭 打卡我们的Barberi炫金发光站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话有更多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Thank you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day And I wish all of you happy year Al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来 我们再拍一张合影吧 我们再补一下合影好吗 各位老板 面对镜头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再给你到后台稍事休息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gentlemen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sir 到后台稍事休息 辛苦了 辛苦了 对不起